是刚刚跑完的10月15日的赛事 这一天有两场赛事出现了真正的同情实力马 分别是第三场的家营勇士 和第九场的神苦龙居 这两匹马,我们都在赛事前告诉你们 虽然这些是热门马 但是由于这两匹是这一天 是唯一的两匹真正的实力马 所以是值得给你去运用这两匹马 去拖配脚去买过关的 所以这一天就有不少的用者 就正正 运用了我们教你的方法 就是利用第三场第九场的两匹马去买过关 第三场四班千二米 这一匹的家营勇士就是真正的同情实力马 如果用这一匹马做胆的话 那这些就是配剧了 其实也是同情实力马 那就是说 如果用家营勇士 通俄卫尼泰尔文 其实已经是中QT了 三中彩就是1300元 那这个就是运用这匹马 卖单场的跑出赛果了 那么多人了 另外还有一场就是第九场的 神虎龙区 那这一匹的神虎龙区 也都我们在前面说了给你听 也都告诉给你听 如果你有职业的数据库 你可以看回9月24 这场1400米的 好似这样 去你的职业的数据库 在资料库那里 选择今季9月24 选择第一名 选择1400 神虎龙区就输给王脚立 对不对 这场的赛事有三级赛和三班 那如果你看王脚立那个时间 教三班的本身时间是更加快的 意思是他是唯一的一匹 是做到一个正指数 这个正指数是王脚立 全部自己做回来的 因为他是由套放到6米 所以这匹马仍然值得你留意的 那就是说这匹王脚立 可以在一个非常快的头段里面 而做到一个很厉害的1400米的时间指数 所以这匹王脚立 这场的赛事 是极之值得尊重 和这匹马当然是值得做备忘了 那如果你看回神虎龙区 他正正在这场赛事 入了半个身位而已 其实潘顿这场赛事 也是自己做一个 在前面走 就是他利用强的前速跑 那根本其实是没有断的 而是一个正指数 而在这场赛事 这匹的神虎龙区 其实是可以凭着他的前速和时间指数 是回来的 那结果这场赛事的神虎龙区 3.3倍也是轻松跟在教育之前的位置 而赢马了 是吧 做了一个时间也是非常之厉害的 那这场赛事 同程的其他实力马就有港临 幅像很如意和鸿旺了 另外还有两批族 是千二上紧千四跳程的 宽浪自暴来自我边 这两批马里面舍得加速的 也要坚固 就是说这场赛事 其实就是神虎龙区拖 4.6.11.12.13 那结果神虎龙区就拖第一 6.11.13 也是命中 Q.T.和四重彩的 那这条Q.R.派300元 而四重彩是更加派12000多 那有不少用者 也都是用神虎龙区 正正走投 那他们有听安迪说 职业的数据库 这场赛事是突出了 因此有不少将这批马走投 而命中过晚的四重彩和三重彩 我就在这里恭喜这帮用者 那当然啦 赛事前已经告诉你了 这两批马是绝对值得你去运用买Q.R.的 所以就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职业牌位表的用者就正正是这样买的 第三场 家应勇士就拖这五区 第九场神虎龙区 也都是拖那五区 十元一注 买Q过关 二穿一 二百五十元本 而收二千二百多 这个就是 把集中来放在真正实力码那里 才放在真正实力码那里的贵力 当然啦 也有不少的用者是利用这两场去买过三关的 其中一场交易容易命中就是第八场 第八场幸运预见 其实也是一批非常强劲的同情实力码 我们没有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主要是排外档的形势有点不离 但是无论如何 这些码是具备的 看到吗? 前速 没断又懂得加速 时间之数又是正的 而且是四岁的质失码 赛职来自今季 所以这场用行运预见造胆 是拖另外的四匹同情实力码 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命中的 就是以拖一六十十四 结果这场赛事以拖一六十十四 一托四又是中Q 三龙彩和单T 这条Q是排180 三龙彩是1765 这个单T更加排四百多元 我们也有不少用者 像这位朋友那样 在这场赛事 正正用了第三场和第九场 那两把真正的同情实力码 而买Q过关 当然它是过三关 再配上这场的八号 第八场的二号行运预见 拖四匹 那它拖的四匹 和这里的四匹 是差不多 那结果它三关全部中了 那它只不过是用四百元下注而已 是收一万四千五百九十日 那这些就是 如果你运用真正的实力码 去拿住的话 其实你是有非常多的机会 你只需用几百元买 而是可以收过万 甚至收据额的 那当然在这一天 那我就在这里 恭喜这帮用者 OK 那记住 赛马 你便不可以 把你辛苦 赚回来的钱 随便赚进去 你必须要赚 机会较大的码笔 值得摆钱的码笔 才摆钱下去 而且你的策略 必须要是用几百元下注 是有机会收过万 甚至赢巨额 換言之 你那个目标 就一定要把握在 即是把握算表里面 有红色长刺的 马匹里面 因为有红色长刺的 这些这样的长盒里面 就有真正的同情实力码 而利用这些真正的同情实力码 你便可以有无数的机会 现在和以后 可以用几百元下注 是收过万 甚至收巨额的 如何用几百元下注 最容易帮你赢过万? 其实你只需要做两个非常简单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打开你的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就建议你 现在立即在这条影片的下面 即是红色框 这个位置 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了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当你有了专业版之后 就打开职业排位计算表 以后每一天的赛事 当天哪些场置 是有真正实力马存在 其实你一看便知道 如果你用这些 有真正实力马存在的 主力场置的马匹 来买过关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几百元下注 便可享有非常多的 赢过万的机会 例如上季的季初 开罗日 9月11日 这一天 就有三场的赛事 是全有真正的实力马 第四场、第九场、第十场 而在职业排位计算表里面 我们会用红色字来代表这些长置 所以你只需要按进去 这些红色字的长置的实力马里面 你便知道 这些是哪一类马 例如这一天 就有三场 如果你用其中的第四场、第九场 买Q过关的话 10元一注 成本都是82元而已 这两场都是重的 你可以获得派载是13600多的 有例如 如果你用这两场的红色长置来买 单天过关的话 10元注入386元 你可以收137000多的 当然了 如果这一天 你用这三场 买3圈4 Q过关的话 5元注的成本是683 可以收300万 因为三场都 Q过关了 买3元一注 都可以收180多的 有例如 有例如 上季 谷草开落日 9月14日 这一天 第二场 第四场 是红色的 就是说这两场 是有真正的实力马存在的 如果你用这两场 买Q过关 成本是300元 是可以收14000多的 当然了 如果你用这两场 买单天过关 10元注的成本是400 是可以收85000多的 换言之 当你有了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之后 其实以后 每个赛日 你只需要用几百元注 是会有非常多的 赢过万的机会 这些全部都是用者 即是职业排位计算表的用者 用几百元注 是赢过万的实例 432元注是收33万 560元注是收10万 600多元注是收76000 240元注是收62000 270元注是收42000 270元注是收37000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的话 当然就建议你 现在立即在这条影片的下面 按进去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了 记住 当你有了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之后 在未来的赛日 用几百元注 而可以收过万 各位人士 分分钟就是你了!